首先要了解,CBA的球员,最多是都是通过自己球队的新年队培养,并选拔出来的优秀运动员。 谁若想打进CBA,大致需要这样,一,尽力体向腾腾选拔。 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篮球也是这样。 谁若真的希望尽力CBA? 首先需要进入当地的篮球学校,即便不是知名学校也可以。 所以,学校的训练是系统的,孩子更加具备可促训。 经历过系统训练后,基本功会更加招实。 当在学校里打球十分出色后,那么自然会有人来接触你的。 即时从体校到青年队,再到三队,二队,经历曾同选拔淘汰后,最优秀的球员会被选力中队。 这是大多数CBA球员需要经历的过程。 二,CBA选拔,近些年。 通过大学生联赛,进入CBA的球员逐渐增多。 其中如辽兰的韩德军、温孟、新疆兰兰的曾陆序。 本赛旧由广东辽兰向力大厂的在下大学生单身为等等。 首先你所在的学校,必须拥有很前的实力。 其次在这支队友中,你必须是核心的存在。 这样的球员往往会更加被人关注。 姚主席上任后,更加注重大学生联赛。 相对的入选CBA的机会也就更多。 三,选秀都知道姚主席对CBA进行改革。 加强了CBA选秀力度。 那么你知道参选的球员都需要整理什么呢? 首先参加选秀的球员,需要参加过CBA联赛。 选年满18周岁。 境内就读的大学生,需要参加过CBA或大超联赛。 有所在学校体育部门,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出具证明。 就读国境内大学的中国籍学生,需要参加过就读所在地高水平大学篮球联赛。 需要所在学校体育部门出具证明。 港、澳、淘球员,需要参加过所在地区最高水平的联赛。 需要所在地区篮球协会出具证明。 除港澳台和大学生之外的其他球员,需要CBA联赛部出具推荐函。 也就是说,读论参加小学难度是很大的。 这其中最成功的,应该算是在2017年CBA小学办会上, 被广州人士联赛部,已不顺便显入的成名证了。 当然除此以外,通过社会上知名的比赛, 进入职业联赛的或许也有可能。 但是成功的奥运真的想不出有谁。 即便是街球王无论,最终也是女士半告中。 所以说,如果运球是为了过人, 要将好有意义。 最为要招顶尖的利害。 CBA的选拔制度,还需完善这事无人之一的。 妈妈在体质还未完成成型的当下。 除了真的想进入CBA, 而且拼不了耶,妈妈们只有拼命了。 拼命努力。 当然体育运动有时不光仅仅依靠努力就会成功。 还需要很好的天赋。